大家好, 星星, 又打擾了一件的那些, 這是什麼呢? 一看就知道是天生雪蓮, 天生雪蓮, 不是吧? 看起來像豬皮, 豬皮也要做定 不是猪皮,先把蝦米放在旁边 先和大家炒一下蝦米 如何分配蝦米? 海味干货很容易分别 第一,色澤和大小 在蝦米之中是最小粒 这类型的蝦米,我通常会有什么作用呢? 这些蝦米,我平时用来做XO醬 我会用这些蝦米 比较优质的蝦米 有哪一类呢? 有少少,给大家看看 这一类大粒少少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这一类比刚才那一类大粒 这一类比较大粒 大家看见吗? 这一类比较大粒 这一类比较大粒 价钱比较贵 比较贵 比较贵 这一类比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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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干的价钱亦比虾米贵很多 如何为虾干好不好呢? 圆条,饱满,干身,闻下去有香味 就为了一些美好的虾干 看看色质 虾干都买得很贵 不要说虾干贵,连这些大红虾米都买得很贵 有时有特价的,就买点去看看门口 吹完虾米之后,吹回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不是猪皮,而是鱼肚 这是鱼肚子,大家有看我的视频 都看到我经常都会用鱼肚来烹调菜式 除了鱼肚子会做冬菇瑶柱之外 鱼肚子又会发鱼肚放在冰箱 吃的时候就拿些出来 鲍芯翅肚之中,鱼肚浸泡会比较简单 但是也是需要时间 做这些海味真的不可以心急 今天和大家吹一下鱼肚 现在鱼肚 会有什么种类呢 以前鱼肚 叫做油爆鱼肚 和沙爆鱼肚 现在油爆鱼肚就不多了 因为品质没有沙爆鱼肚的技术做得那么好 以前的油爆鱼肚就油腍腍腍 现在这些沙爆鱼肚就很干身 以前的沙爆鱼肚都会有些沙积聚在这里 现在这些沙爆鱼肚又混合沙和盐一起爆 所以就会干净和干身很多 我都说过了 这些鱼肚怎么为之 漂亮不漂亮或者贵价 都是取决于它的大小和厚度 通常海味都是这样的 好像鲍鱼那样 越大只越贵 这些都是一样的 鱼肚之中 这些淡水鱼肚就最便宜了 这些是鱼肚 有什么比这些鱼肚优质一点呢 可以给其他鱼肚和大家炊一下 这些比较大小的鱼肚 大小小的鱼肚 就比较大小小的鱼肚 这些就更贵一些 厚一些 比较大小小的鱼肚 如果比较大小的鱼肚 再大小小的鱼肚 就是这些 一隻可以當成那些 剛才那些幾十隻 這些幾大隻 這些會厚身很多 當然魚肚越大隻越厚身 它發出來的就越好吃 因為它的口感各方面 比小隻的好吃很多 這些我們就叫做鹹水的白花魚肚 白花魚肚 都是一樣是沙爆魚肚 這些這麼大隻 就是我大澳的朋友拿出來給我 這隻是自己做的 它是用鹽爆的 相當乾淨 我們選擇魚肚 都要乾身 聞下去 沒有什麼異味、腥味、油溢味 現在這些魚肚都很乾淨 我們以前的沙爆魚肚 都很髒 像沙和泥 現在這些魚肚都很乾淨 所以現在做這些魚肚的浸發過程 都是相對簡單的 今天就和大家說一下 如何發一下魚肚 現在要用水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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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過很多次 浸發這些魚肚 第一步不要下熱水 為什麼我們現在說 這類型的魚肚 會相當簡單很多 以前的油爆魚肚 摸下去已經整手油軟軟 摸一下手 聞下去 還有一股油溢味 以前的魚肚 真的要用水煮兩三次才浸發 為什麼呢 要煮完油溢味 現在這些魚肚 就很乾身、很乾淨 因為製造魚肚的過程鮮盡了很多 現在魚肚已經很乾淨 我們第一步都是 放些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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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浸泡一點 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步 先洗一下 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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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水 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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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泡几个小时,大约浸泡3-4个小时 为什么不用热水煲呢? 做这些鱼肚,想要松和化得大,一定要用凉水浸泡几个小时 用凉水浸泡,让它有足够时间浸泡 把水浸泡几个小时,让它浸泡几个小时 让它用凉水有足够时间浸泡 当然,如果浸泡再大一点,浸泡一晚 这类型的鱼肚一定要有足够的水分浸泡 所以要多一点水,现在浸泡几个小时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鱼肚浸泡3个小时后,我们看看什么模样 用凉水浸泡几个小时,让它可以防止水在边缸泡几个小时 用凉水浸泡几个小时,让它可以防止水浸泡几个小时 在浸泡途中,我们要測泡几个小时 把水浸泡,把水浸泡几个小时 現在浸泡了幾個小時,這些位置仍然很緊 這段時間可以浸泡第一次水 先倒一半水 完成,完煲 凍水加熱 為何凍水加熱? 凍水加熱過程中慢慢漲身和釋出一些不好的味道 先讓它沸騰 現在沸騰了,看看什麼模樣 動一動,讓它沸騰均勻 沸騰後,蓋上蓋子,關火 焗了大約半小時,看看什麼模樣 師兄,為何要焗它? 浸發這些魚肚,想它漲身和水化得好 一定要用凍水浸,滾起它,用熱水焗它 焗它才會慢慢浸發到漲身 廢物很大 如果再大筷,再焗久一點 再煮一滾,再煮半小時 然後再煮一半小時 現在要怎樣做呢? 沸騰水,用來這邊 撥下冷水 撥下冷水 我們在外面做,不停地打開水,不停地沖 沖水的作用是沖到魚肚子,令魚肚子變得更漂亮,更加脹身 現在沖一隻魚膠絲 沖凍在過程中,拿一拿 拿一拿去的作用,就像剛才那樣的 讓裡面的空氣拿出來,再扯水,把不好的味道拿出來 不停地沖凍它,沖凍它之後再做下一個步驟 現在已經很彈手,很脹身 大家看看,我們先啤一啤 有些網友說,星星,你這樣啤,很浪費水 是的,我們職業廚師,職業廠房,一向都是很浪費水 這個我自己都承認,在家裡我都不經常啤 不吃啤,不吃啤,要怎樣呢 浸泡,在這裏拿去,拿去又換水 換三次左右,這樣便可以了 現在第二次,接著第三次 我們三次沖洗之後,接著要怎樣呢 接著再拿一拿去,打開它 接著再拿去煮水,我們準備下一個步驟 去到這個步驟,我們準備幾塊薑片 準備幾塊薑片有什麼作用呢,星星 現在的魚肚其實是沒有味道的 現在我們現在找些味道,先把薑片拿去 我什麼時候都說,浸雞便留下雞湯 發瑤柱便留下一些瑤柱水 這些便是味的來源 如果沒有的,便用薑蔥水和鹽水,給它一些味道 這個步驟,就餵一餵魚肚,給它底味 現在已經熱了,有薑的香味之後,再灒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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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放很多水 我也可以用來撒至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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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 再加少许盐 大约加4分3茶匙的盐 盖上它,让它滚了 原来做鱼肚要这么多程序 是呀,发海味 我们真的要心急和时间 亦是不可以心急做这些 有时间就做定些 过年,随时可以拿些出来做些鱼肚的菜式 今天你会否分享有些鱼肚的菜式 我今天又不会了 我做的鱼肚也是储存好去 过年时吃 我之前都用鱼肚做过好多菜式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滚了水之后 我们就移动一下 然后收慢火 这个过程要饵多久 15分钟 然后熄火 烤至冬至 这样 包、心、柴、肚、膠 里面 鱼肚浸发过程就比较简单 和时间比较少 那要做什么最久呢 当然要做干包 起码都要四天干包 海芯都要两天至三天 然后到花膠 花膠也是和鱼肚的品种 不过花膠没有爆 又要看大小 如果小的花膠 也要一天 如果大小的花膠也要两三天 现在滚了15分钟 看看模样 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关火 关火就不要理会 烤至水冷为止 这段时间是什么好做的 当然要先喝下午茶 难道真的要等水冷吗 对不对 下午茶 下午茶 我们未看鱼肚之前 就和各大网友聊两句 首先很充心感谢网友 对我这个频道充分包容 我自己说话就癌癌癌癌 整天留言又不复习 那些网友都不停 对我的支持 或者对我的健康的鼓励 我这里真的很充心感谢网友 那我整个暑假 不是暑假 冬季 都是煮得比较少 那星星 你不是已经不懂煮 或者你已经没有东西煮 我答应的网友 要煮的餐单 已经排到2047年了 真的很抱歉 整个冬季 我自己的状态都不太好 所以我都很少煮饭 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老婆小朋友煮的 那我状态好一点 我就和大家再分享 我自己一些烹调的小技巧 和一些煮食的乐趣 吹到这里 我们就看看今天的鱼肚 鱼肚我们现在摊到一个室温的状态 这些鱼肚 由热至冬 过程当中 其实它都会吸收到一些味 那我们现在主要 都等它有少少底味 那这些鱼肚呢 用途利益都很多 那我现在我们就夹起它 把鱼肚发好 鱼肚的模样 那又怎样呢 主要都是令它淋身 和入味 脏身 其实现在已经吃得了 有基本的咸味 现在已经很好吃了 那我们现在呢 要怎样做呢 现在就包了它 那我们拿保鲜纸出来 铺了它 把鱼肚放在冰箱里 那可以放多久呢 放两三个星期没问题的 你现在做 过年前都可以吃 那我们现在先包好 包好鱼肚之后 这些鱼肚我们就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可以放多久呢 可以放到过年 过年吃都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呢 发定些鱼肚呀 花枪呀 海芯呀 这段时间就开始发 发定 过年就可以吃了 为什么会浪费时间去发这些 新鱼海味呢 那一来 一来 价钱就偏贵的 二来 亦是需要一些定的时间去浸发 你才做到 一些鱼肚呀 或者鲍鱼呀 花枪呀 那些什么效果 这类型的鱼肚呀 你立刻做立刻吃呢 就不好吃的 一来没有味呢 二来死实实啦 三来如果有些鱼肚呀 有些鱼肚呀 有些鱼肚呀 那如果大家网友 这段时间开始有些时间 那就可以 发一下鱼肚呀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至于我会不会用这些鱼肚煮些菜呢 其实我之前有很多视频 我也有用这类型的鱼肚去做了五六个菜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些我用鱼肚做的菜大家参考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多谢大家收看